深夜不再孤单,读书与你相伴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夜读书 显然,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一定会接触过形形色色 各种各样,数也数不清的人 有的人陪伴我们一生 有的人陪伴我们半生 有的人陪伴我们几年,几月 而有的人则注定只会有一面之缘 转瞬即逝 然而,却有这么四种人 是我们如何如何也不可延弃的 灵妖,年迈父母不可弃 天上四十春作手 人间百善孝为先 这是一副广为流传的对子 为我们所熟知 它凸显的只有一个字 那就是孝 孝敬父母本就是天经地义之事 事实上是没有什么可去赞美 可去称颂的 然而,即便是这样天经地义的事情 可还是有人视而不见 父母辛辛苦苦把孩子们拉扯大 可到头来却落了个老无所依 老无所养的悲惨境地 这怎能不让人心寒呢 02,患难夫妻不可弃 后汉书中有句非常出名的话 叫做《遭康之妻不下堂》 它的意思是说 男人一旦得了富贵 是不能抛弃曾经共患难的妻子的 这是一句老话 也是金玉良言 是对世间男人们的温馨提示 如果富贵之后而抛弃结发妻子 那必将会身后骂名滚滚来 均不闻尘是美 她简直就被定在了历史长河中的耻辱柱上了 当然 时至今日 竟然也出现了不少攀上了高枝儿 而抛弃自己结发丈夫的女人 这着实叫人感到悲哀 是问百年之后 地府相见之时 那些个女人们 又情何以堪呢 03,落难至有不可弃 在遭康之妻不下堂的前面 其实还有一句 叫做贫贱之之不可忘 所谓贫贱之之 指的就是贫困时候的知心朋友 也称贫贱之交 无论是在历史上 还是在如今我们的身边 其实那些稍稍有了点钱 就忘了朋友的人 都是不乏其力的 当然 看到至有落难而挺身而出者 则更多 落难至有不可弃啊 04,人命关天不可弃 历朝历代都流传着杀人偿命的说法 时至今日 倘若无端伤人性命 也照样会被判死刑 可见人命的分量 是绝不容小觑的 所谓人命关天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显然 我们这里所说的人命关天不可弃 指的是当一个人面临生命危险的时候 我们必将施以援手 事实上 我们也正是这么做的 如今流行的短视频中 均不见时常会出现一些救人 与危难之间的正能量的事情 着实感动了无数网友 以上就是在我们的一生之中 不可弃的四种人了 即年迈的父母 患难的夫妻 落难的挚友 以及人命关天时刻的任何人 亲爱的朋友 与此四种人 我们不言弃 这不单单只是我们 崇高灵魂的体现 它还会给我们带来 意想不到的福报 此外 既然有不可以舍弃的 那么就一定有需要舍弃的 如果你真想让自己强大起来 想要成功 必须从现在起放下这几样东西 灵妖 放下面子 人生所有的幸福 都无需面子来称 网上曾有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越到中年 越发现自己的快乐 在别人的嘴上 其中一个高赞回答说道 因为你最在乎面子 活得越久 越想从周遭的生活中 得到别人的认可 才证明自己是有用的人 否则 即使再多才华和财富 对你而言 都是破铜烂铁 所以 你活成了别人希望的样子 深以为然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上半场 都不甘平庸 总想要追求更好的 得到更多的 收获更棒的 为了这些 哪怕撞了南墙一步回头 碎了的牙也往肚子里咽 可是 生活从来都是冷暖自知 幸不幸福 无需表演 给别人看 想要活得舒心又自在 唯有内心强大自信 才会发现不一样的风景 就像邻居老钟 在朋友眼里 他就是一个怕老婆的代表人物 一起逛街的时候 老婆鞋带松了 老钟立刻蹲下去系鞋带 这一举动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于是 有人问老钟 你一个大老爷们 做这些不觉得有失面子吗 那只老钟微笑着说 在我老婆面前 我不需要讲面子 面子讲多了 只会掩盖事情的本来面目 大丈夫 能伸也能屈 才是真正的强者 尤其人到中年 不是不要面子 而是要懂得什么时候 应该把面子放下 毕竟 人生很短 时间宝贵 能够撑起幸福的 从来不是那虚无的面子 与其纠结要不要脸 不如把精力放在生活本身 做人 只有懂得取舍 才能成就人生 愿你我都能自个成就自个 拥有一个不被面子 所累的美好人生 02 放下压力 众所周知 没有压力 就没有动力 这个年代的我们每一个人 活着都有着不同的压力 但是我们要学会 放下过重的压力 过多的思想包袱 把自己生活中的各种事件 分清轻重缓急 列出一个清单 做出整体的规划 把那些看似毫无头绪的问题 分解成若干个具体的小事 然后一件件去做 那就容易得多 每完成一件事情 满足感和成就感 就会鼓舞自己继续做下去 在心中感到困惑 感到难过或棘手的时候 可以去找自己认为值得信赖的朋友 毫不掩饰地向朋友倾诉自己的心理化 寻求朋友的帮助 这样就会使人得到释放 或许还能得到很好的建议 在遇到难关的时候 经常幻想美好的前景 来鼓励自己 比如 我们将会幸福地在一起生活 何必在意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一年以后 可以住在环境优美的地方 现在经受的一点 痛苦算什么 一个月后 我还为那点不值一提的小事 生气伤心吗 假设种种美好的事情会出现 眼前的压力就会逐渐释放 不管自己遇到什么问题 可以去寻找一片能躲避压力的安静天地 因为连续不断的精神负担 对于自己的身心极为不利 在自己拥有的那片天地中 可以率性而为 那就是自己的世外桃源 03 放下过去 每个人都有过去 只是侧重点不同 我们有曾经无比深爱过的人 有曾经无比辉煌的时刻 有曾经的至暗时刻 可是过去已然是过去 现在无论如何也回不到从前 只有我们放下过去 才能更好地迎接未来 人生路总有不平的时候 往事不回头 放下过去 大步向前 让心归零 心才能打开 人才能快乐起来 往事清零 爱恨随意 04 放下抱怨 经常听到牢骚满腹的人 在不停地抱怨 抱怨工作 生活 学习 抱怨又要早早起床 赶车上班了 真累 可是不上班 天天躺家里就不累吗 抱怨公司的工作餐难吃 可是同样的价钱 在餐馆里连一碗面都买不到 抱怨孩子不听话 妻子不温柔 可是是否想过自己有没有认真陪伴过他们 人生是不完美的 与其做无谓的抱怨 不如努力改变自己能改变的 做好自己 体会生活中所欲的美好与幸福 抱怨只会消耗自己的精力 让自己的心情会变得越来越差 有时还会赶走了自己的福气和人缘 从放下抱怨那一刻起 我们必赢得了第一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